再過一點近海邊 見到有個紅色紙皮石的地鐵站口 這個地鐵站的顏色 我大概覺得它是旺角地鐵站 見到出口上面 有一個當年還叫做 地下鐵爐標誌的燈箱 今時今日 這些燈箱都已經改頭換面 HELLO 大家好 今集我路易師帶大家來到 側魚沖海旁海域街這裡 因為我最近走過 見到有電影公司搭了一個場景去拍戲 所以特地走過來看一下 我見到旁邊的帆布全部吹掉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昨晚大風呢 但是我只能夠隔著鐵絲網看進去 看一下這個布景的外形 就像長沙環深水埗一帶的 戰前轉角堂樓 上面寫著什麼呢 和興海美雜貨 見到樓下的地鋪 佈置得很精細 走過看一下裡面 走過來這個位置看得很清楚 叫做有和士多 裡面賣的東西都很懷舊的 全部都 我們再Zoom近一點看看 見到士多買的東西呢 都是一些文具 和日常的家居日用品 旁邊有一間叫做潘子記的紙紮店 見到建築物的外觀 都營造到比較殘舊的樣子 見到街邊的長生廣告有地址 寫著賈兵達道和廣東道 這兩個地方都相隔很遠 再看一下唐樓的另一面 見到龍興辦館 旁邊有一間標行 見到最左手邊外面 有一檔叫做梁記的牌檔 旁邊還有一個樣子 在很久以前的禁區牌 這組的報警就看到這裡 我現在走前一點 看看前面 好像有些更加不同的場景 接著看到這組的報警 結構就比較簡單 就這樣藍色的底色 跟著有些白色的欄杆圍著 就眼看我真的看不出它是什麼 再過一點近海邊 看到有一個紅色紙皮石的地鐵站口 這個地鐵站的顏色 我大概覺得它是旺角地鐵站 見到出口上面 有一個當年還叫做地下鐵路標誌的燈箱 今時今日這些燈箱都已經改頭換面 這一款燈箱應該在那時80年代還在用 我繼續向前走望過去 出現另一組比較接近現代風格的報警 整體的外貌 有些類似政府建築物 見到建築物出口有一條長樓梯 對外面還有三支旗桿 總括來說 三組的報警 都分別展示出三個香港不同的年代 我現在嘗試走過一點看看建築物的背面 這裡見到私家車應該是拿來怕飛車特技的 旁邊撞到很難了 看見到這裡旁邊的外牆灰色一坑坑的樣子 我沒有印象有些什麼建築物是類似的樣子 我再走過一點已經有帆布圍住 看不到任何東西了 大家都知道我這條片裡面一定會有航拍機的畫面 我現在就找個位放著minitool上去環繞飛一轉 在高空用不同的角度看看這三組的報警 看完影片之後 最好就幫我按一下Like和Share 出去給你朋友 我們下條片再見 阿尼沙 我現在留意你 好 大家 要小心 大家 阻止 到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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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